周围有很多的停车场 我停这个是工友的 船票呢 不管你是网络预订 或是请民宿帮你预订 或者是现场购票 价钱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这边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带你的身份证件 每一个搭船的人都要带哦 那这边没有卖任何的东西 吃的部分的话 全部都是要自备哦 那这边有会有提供的 就是洗手间跟热水 搭船的前30分钟可以上船哦 那座位有一楼跟二楼 那二楼呢 是属于摇滚区 非常摇滚的那一种哦 那如果说会晕船的人 是建议坐在一楼的后面 那会晕船的人 也记得前半个小时 要吃晕船药 开船大概一个小时 就会到了绿岛南辽旅港 到了南辽旅港 如果你有预定民宿呢 你的民宿业者 就会在这边等你哦 帮你把行李 先载回你的民宿 放起来算是非常的贴心 下船之后呢 租机车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多 那旧的车子的话 大概是一天四百块 新车的话是一天是五百块钱 那如果超过二十四小时 是一个小时收五十块 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网路预定 或是从民宿业者那边预定呢 价格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一样也是登记 需要带证件 那这一点的话 是跟大家船票 是完全相同的 你看啊 那么多车 临时需要改回程的船票呢 要到免税商店的后面 这边有一个办公室 这边可以改 绿岛的街道 比想象中热闹很多 那么一样也有警察局哦 那一样也有邮局 那一样也有台店 绿岛没有素食店 所以吃素的人都要在Seven 那Seven跟全家这里都有 那绿岛价格是贵本岛 是一成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午餐 那再介绍一下全家 我们在这边吃晚餐 那全家没有座位 Seven有 那全家的款式比较多一点 但是没有座位 这是民宿准备的早餐 那这边的早餐 大概就是这样套茶 那会有附一杯饮料 那这边不像台湾的本岛 会有buffet形式哦 因为这边的食物取得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大概就是准备这样一个形式的餐点 这边也有连锁的仙茶道跟丁东茶饮哦 所以想喝茶饮的人 这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有烹煮跟饼干需求的人呢 也可以到农会来这边采购哦 那这边来讲 款式也是非常的多 那价位来讲的话 大概是贵本岛 大概是一成 是1.5成左右 那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因为毕竟这些食物都要 从本岛运过来哦 所以就加一些运费 那算是蛮正常的消费 哇 先来补过这两天要吃的战利饼 小姐请问我们买这样多少钱 615 好 615 好 结账一下 绿岛的民宿哦 相当的多元化 有各式各样的 那这边的民宿普遍呢 都是你早上他们会配合 你可以早一点进来 但是去澳的时候 多大部分好像讲好了一样 都在早上10点哦 那这点对我们拍照的来讲 是非常的吃力 等于睡不到几个小时 早上又出去 那回来又没有休息哦 那我觉得这个10点 Chall out这个有改善的空间 开箱房间 今天住的是监狱峰的房间 啊 请进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它的床是像这样子的 两层的 这可以住四个人 那这房间怎么定呢 就是可以上这个 蓝宇玉岛大小市 他们有一个社团 就在那边泼你的需求 然后就有很多民宿店 家会给你报价 然后它这个这样子 冲洗设备 有墨浴乳洗法林 然后冲洗的设备 一般这边的民宿 这样擦起来的话 都是有的 基本上有矿泉水啊 然后就是刷牙的东西啊 然后就是钓鱼价 大概设备是这样子 我看一般民宿也大概都是 类似提供这样子 行李先放下来 先骑机车 环绿岛一周 环绿岛一周大概是花了50分钟左右 先看看有哪些景点 拿第一站一起去灯塔 重要的景点 然后灯塔旁边 这边有一个无人海域 这边有个天然泳池 这边有时候会有人在这里游泳 它就是海 然后隔着岩石一个泳池 浮地洞天 车亭边边白线 然后这边有一个浮地洞天 这里 这样真的肉眼看 比拍起来真的好看很多 浮地洞天出来右边呢 就是大白沙 也是这边有名的海滩 这是朝日温泉的营业时间 在朝日温泉的旁边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饭船饼 走上去一小站就到了 哦 风好大哦 好大 这边有个 两铁 这边有一个 观望台 哇 这里很漂亮 真的 然后 它这边也很漂亮 这一边是小长城 腰宝 帆船饼因为三面环海 那这边的草地呢 很像是一个地毯哦 非常的具有特色 那这边为什么叫帆船饼呢 因为这边的水流非常的穿急 那以前曾经有洋人呢 在这边呢 他的船呢 遇难了哦 所以呢 它这边以前叫做 帆船饼 那后来呢 就把它改名为 帆船饼 今天我看哦 蛮多的游客哦 他们都是走到的凉亭哦 就在走回去了哦 其实是很可惜的 你走到后面来一直走下去哦 真的是非常的别有洞天 那你走过来除了有草地之外呢 还会看到非常多特色的植物哦 那这边的话有岩石 那重点呢 是这边的岩石下面哦 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肉眼可见 非常的可爱哦 要靠近海这边呢 走过来近一点的 就是在这个岩石的下面哦 才会看得到 所以要再走大概100公尺左右 其实是很近的啊 南船石的隔壁呢 就是小长城步道 小长城步道 小长城步道 大概只有330公尺 那步道的两侧 就有美丽的海景 步道已经做好规划 都是非常整齐的布街 确定是老少鞋衣型的 步道是很整齐的 而且它不会很长 哦 看到顶了 一下就到了 到的最高端 哇 这里真的非常值得 这里是绿岛之座耶 这边上来之后呢 它可以看到睡美人 跟哈巴狗 然后这个睡美人 到这边有眼看 还可以看到这个海石洞 很特别 哇 这里真的很值得耶 这里 哇 这个景色 真的太无敌了 这是睡美人 然后这边有一个海石洞 早上看到有人在这里玩水 睡美容旁边 这个大岩石是哈巴狗 哇 真的 好像一只趴着的小狗狗 还会取云子 哇 这里很漂亮 这是从上面看的仙人蝶石 小长城步道 顶上这边有两座凉亭 那这边为什么要坐到两座凉亭呢 距离是非常近的 因为这两个凉亭呢 你在到达的时候 它看出去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凉亭 你可以看到弯弓弓跟柚子舞的全景 那灯高这边呢 它可以看到哈巴狗跟睡美人 那也可以看到仙人蝶石 等于说它两边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到最高的那个 那个脚还会痞痞错哦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那这边我也觉得它算是绿岛的 大概可以排名到它的前三名以内哦 这里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漂亮 一定要走上来 绿岛的海呢 看起来比墾丁哦 还要清澈很多 你从这样看下去 每一个海几乎都可以看到下面的岩石哦 而且是深蓝色的 非常的漂亮 这个位置是两个景点 这边看这边是柚子湖 这一整片都是 后面那边就是冰味岩 就是后面这边像一个帽子一样 那个是冰味岩 柚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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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冰味岩这边的地形 看起来很像是电影当中啊 你就是到孤岛这边 然后靠岸哦 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岩石的景象哦 真的像是电影般的情节哦 不过这不是动画 这真的是真的哦 那如果说到弯弓洞之前呢 不妨停下来看一下这边的地形哦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探险一样哦 非常的漂亮 那骑着机车呢 沿着这个路呢 再悄悄的往前哦 大概几分钟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画面 你看前面哦 就会有看到一个小山洞哦 那个就是弯弓洞 那如果来柚子湖 再往前一点就是弯弓洞 那大概骑下来 也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哦 就骑着这个沙石路就到了 机车可以到的地方 停好车之后 下来走大概四十公尺 就到了这个漂亮的景 叫做弯弓洞 哇原来就这边 好这里好漂亮好转观 哇这边 哇这边 哇这边现场看比拍起来更好看 它这边是一个大逆光 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海石洞 那这个目前看到最大的一个 这边呢这一块还可以爬上来 效果不错 这个就是弯弓洞的全景 它是一个超大的海石洞 一个超大的逆光 以前小时候都说绿岛就是 观老大的地方哦 所有的老大都会送往绿岛哦 那现在这边它已经变成了 国家人权保护馆了 那这边是以前一个 关政治犯的地方哦 那这边有独居房跟群居房哦 其实虽然它现在有一点装饰 不过还是感觉蛮可怕的 那你走进去的话 会看到就是白色恐怖时期的 政治犯的关押的情形哦 那这边它有 有一个房间哦 它就是有做一个生活的情形 一个小小的房间哦 里面居然关着十至十五人 在里面生活哦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哦 那这边真是一个 非常低气压的一个地方哦 那留姐这个历史 还不如看看 就是外面的这三个 漂亮的岩石 还有将军眼哦 公馆币呢 需要走上一个布街 那这个布街它是水泥做的 有点陡 虽然不长呢 但是蛮垂直的 那走上来就可以看到 这个近距离的公馆币 那这个好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哦 那前面这边有一个鼻子哦 有看到有人PO照片哦 在那个攀岩 在那个鼻子上 我是觉得有点危险啦 夕阳时间呢 可以到这边的柴口 那这个柴口 它已经做好了 一个平平的布街哦 可以这样子走过去 那这边的话 可以跟海洋近距离接触哦 在夕阳夕下的时候 它海岸打上来这边 拍起来非常的漂亮 清晨绿岛的天空呢 四点半的时候呢 它的天空就是上 有黑色有蓝色相间哦 非常的漂亮 现在前往牛头山 这是牛头山的停车场 车停好之后呢 大概要走五百公尺左右 就会到顶的牛头山这边 啊 右边这个 是顶 牛头山的清晨风非常的大 这好的相机哦 都不停的在摇动哦 这样拍出来的日出 也别有一番的风味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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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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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ly feels of deep green dance with bare feet run run free 大自然的美真的不太需要言語哦 這次來綠島呢 有非常多漂亮的地方哦 那我總結了就是 牛頭山是我心中的綠島之最哦 這裡非常的壯闊也非常的漂亮 牛頭山三面環海 就像你看到的這樣哦 它像是一頭牛哦 趴在那邊哦非常的好看 也非常的壯闊 那跟帆船比 比起來呢這邊比較壯闊 那我覺得房船比那邊 感覺比較柔一點 不一樣的感覺 那這邊的話它除了說你可以看海 它上面還有一個平原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個樣子 可以在上面走動 所以這邊呢它可以欣賞到 上面的海景 只是說你要稍微的走一下 不過步道也還算是好走 從牛頭山 可以遠遠的看到樓門岩 樓門岩是綠島這邊 非常著名的海事洞 它的那個洞穴是由海浪打出來的 那你從牛頭山肉圓 其實看不到這個洞 它這邊需要開海浪船 從中間穿去 那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特色景點 我考慮了一天啊 還是決定要把這個綠島 它這個影片當中拍到的那一撮煙 把它放出來 那這一撮煙呢我也很好奇 因為我來了這兩天 每一個重要景點都看得到這撮煙 那問了一下當地人才知道 它這個是垃圾的自然 然後它自己焚燒 不是人我就給它焚燒的 那這個垃圾就在睡美人演的 這個它的肚子那個方向 那據當地人說 因為他們這邊的垃圾呢 因為觀光客進來之後非常的多 然後由於這個部分的工程呢 一直沒有人來標它 大家都說綠島的空氣好 那因為這兩天 因為垃圾自然的關係 所以呢 綠島的空氣這兩天不是很好啊 那每一個景點都是清楚的看到 這個煙霧瀰漫啊 那這個垃圾來說的話 如果說沒有人去處理它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呢它的垃圾它太多了 因為觀光客是很多 那雖然不知道說 會不會有哪一位那個企業主大的 看到這個影片之後 發了好心來標這個工程 那因為這個工程很顯然 標了也很難賺 因為在綠島這邊 不管是人力啊 或者是說一些資源的部分 都不是說非常的足夠 那如果說它標了 也有可能它是做工的不賺錢 那當然是我是仍然也希望 所以是說小小的願望 希望有企業主能看到這個影片 那也希望說能夠盡快的 能夠把這個綠島的垃圾的工程 給它給它標去 然後做個功德 那我們作為市井腳邊呢 也會盡量把垃圾減少 然後把垃圾呢 帶離這個綠島 那希望綠島能夠成為一個 非常美麗的島嶼 而且永遠的持續下去 那也希望這個垃圾的問題呢 能夠在綠島盡快的解決 單純是看景的話 兩天一夜綠島旅行是足夠的 但是如果要玩浮潛的話 可能是需要三天兩夜 才能玩得盡興喔 這位觀眾朋友們 誰會在這裏